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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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宝已经五个月大了 很喜欢和妈妈一起做运动 经常一起做运动 除了可以增加彼此的互动 还可以建立亲密的关系 第二个动作 我们会做左右手画圈圈 首先我们单手向后画大圈圈 这个动作帮我们伸展手臂肌肉 舒缓肩背的疲劳 你看小宝宝对我的手多好奇 换另一边 今次我们用左手向后画大圈圈 第三个动作 提膝原地踏步 首先把宝宝环抱在胸口前面 再左右脚轮扭做提膝的动作 记住要和BB保持眼神接触 相信BB现在应该感受到 好像在摇篮上面满满的安全感 第四个动作 前后当千秋 我们一手托好BB的屁股 一手幻抱着BB的身体 让BB坐好在妈妈的身体前面 我们左脚伸直在前面 后脚尖外撇 屈脚做支撑 身体前后上下摆动 就好像当千秋的动作一样 身体向前摆的时候 重心在前脚 向后摆的时候重心在后脚 可以拉拉我们的小腿肚 搖房的动作 可以训练BB的平衡感 和前庭的发展 刺激BB健康成长 换另一边 今次右脚伸直在前面 后脚尖同样外撇 屈脚做支撑 身体前后上下做摆动 这个动作我们会做五次 这个动作我们会做五次 现在我们和BB轻松玩一下 休息一会儿 第五个动作 马步心筋 两脚张开 若肩膀两倍的阔度 脚尖向外小撇 下樽的时候 塞盖对着脚尖的方向 下樽的时候 腰背要尽量挺直 深樽的高度 按个人的能力而调节 最后一次 BB上下移动 可以刺激对空间 和重心的体验 从而提升BB长大之后 愿意探索冒险的精神 最后一次 慢慢起床 放松一下两脚 第六个动作 公布压腿 首先张开两脚 左脚屈曲 右脚伸直 让BB坐在妈妈的大腿上 我们会维持这个动作15秒 为了避免受伤 压腿的时候 实际记住不要超过脚尖 慢慢起床 现在我们将两脚张开 让BB的面向前 在妈妈的身体前面坐好 妈妈一手托着BB的屁股 一手横抱着BB的身体 第七个动作 前弯腰拉小腿 我们身体慢慢向前弯腰 手向下摆 起来的时候 用腹部的肌肉力量 大动身体起床 我们会重复这个动作5次 弯腰的幅度因人意义 所以大家记住 要避免过度伸展而受伤 最后一次 慢慢起床 最后一个动作 我们会做双脚向后踢 放松一下 两脚轮流向后踢 每踢10次 我们就会转一转方向 我们一共会踢40脚 完成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同时间享受和BB一起做运动的时间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赞好和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 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以后有最新的教学资讯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 也很欢迎大家加入我的频道做会员 支持我的教学工作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